Hello 各位好 今天到星期一的Z.com Forest 外汇研究室 我们今天除了教授之外 找一个朋友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看看今个星期外汇市场的焦点 大家要看些什么 主要货币如何操作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 上个星期美金的走势真的非常之厉害 美元指数曾经冲到96.2 又破16个月的高位 美金这么强 大家觉得预期收水的步伐 或加息的步伐加快之余 其实因为欧元真的很弱 欧洲多国看到疫情升温恶化 所以令到欧元一射如注 曾经跌至1.125个水平 1.13这些位置都穿了 大英国你见到英镑略为被欧元支持得住 为什么呢 因为上星期公布的10月的新增职位 这些就业数据是创了历史新高位置 大家也开始预期下个月英镑银行开会 加息是否应该真正来了 所以英镑略为在低位撑得下 我们也看了美国10年的债息 仍然都是比较疯的 又由1.64附近 就落到上星期尾1.51附近的水平 其实如果看美债和美元的走势 你也要看一些新闻 因为上星期美国财长耶伦敦促国会 下个月中之前最好快点提高债务上限 又要再谈过一下 又要在国会一番周旋 要看实 另外就是联署局下任人选 如无意外白宫都最新说 就是今个星期初 会多些资讯给大家 应该会在星期四这样一截之前 就会正式落实公布下任人选是哪一位 今个星期因为有背着感恩节假期 下星期四 所以令到似乎可能今个星期的会视 可能比较静一点 看数据方面 星期一就会美国公布10月的成品房屋销售 星期二就要留心一系列的 英国、德国、美国11月公布的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PMI 德国第三季的GDP 由于星期四是假期 所以很多数据 尤其是美国数据 是在星期三公布的 星期三 首先我们早上要留意着 纽西兰央行的议息 另外就会有 美国联署局的议息会议记录 FOMC的5分钟 另外 美国的10月内用品订单 新屋销售 个人收入及支出都会出 还有就是联署局看重的PCE的物价指数 在星期三肯都会出 美国第三季的GDP收定数字 还有11月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都会在星期三时公布 所以星期三是非常多数据 星期四假期 星期五澳洲会有10月的零售销售数字 大家都要留心一下 好了 真的要问教授 如何看今个星期外汇的走势 我想大家比较关注 就是美金一路一路这样去 是否继续势如破竹 建位破位 可以建狗 6.597这些位置 我觉得有机会 真的 你看回上次CPI通胀公布之后 反映很大 是啊 今次出PC我们都预计都会强 强得来就没有CPI那么强 因为它的楼房里面那些价格 租金那些计算的比重 全部是一半而已 因为它那时的CPI佔了四成 反而就是PC佔了两成 那我现在没有那么强 但是也是强的 预计在公布之前 美元指数应该都维持强 是因为主要原因都是 本身预期的PC通胀是仍然高期 而加上欧元是 就是欧洲里面出现疫情又恶化 加上欧央行的财长 他说他将那么多大的经济 是最次加息的人 所以政策性的会推低欧元 所以你看到特别在欧元的跌幅 扯到美元指数升 很重要 其他货品没有那么重要 相对你看到 所以我觉得今个星期中之前 在公布之前 欧元仍然弱 又主导回 推高 继续推高 高一点 但其他货币可能会 但会不会继续破位呢 是 如果欧元仍然多 更继续破位 因为欧元在美元指数中 占超过五成比重 那是一定的 所以你看到那么惊人 去到96 其实都是主要由于欧元的弱势 没错 债息怎么看呢 债息 它看美国的股票市场 是 美国股票市场 星期五做得不好 是 所以变成资金放进去债息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它是欧元弱 而美债跌下来 理论上 美元应该弱 是吧 相对其他货币 不是 欧元太弱 弱到美元 那便拖了一个 所说的 美金变成了 受惠了欧元弱势 但是从正统的分析 通常我们觉得 美债 你看到星期五的美债 是下跌的 一跌五几的 你下跌相对多的 理论上 美股应该跌的 是吧 在这情况下 我觉得就 不是 美元应该跌的 但美元对其他货币 都是因为欧元 所以现在欧元 就是一个 风眼 现在不断供它便可以了 所以做出外汇 现在以欧元 沽欧元为主 你可以做Polose 卡插盘 也可以正统做美元沽 沽欧元 即使持绑沽欧元 也没问题 不是因为绑强 是欧元弱的 真的实在太过弱 万里长沽 没办法 大家都说明年 没有可能加息 这也是市场的共识 是 相当之夹的问题 而且再加上 看到欧洲的疫情 真的没有理由 欧元不弱 我们来封城 三个星期 是的 德国也不排除 布拒口诊 不任何行 这个也挺麻烦 要一直看疫情的 确诊数字 死亡率 转率 因为完全是我们上星期 都叫沽欧元 谁知连1.13都穿了 那种弱法 Fren说 我们上星期 不是做了一个盘 差一点 开仓价也做不到 是的 做不到 为何做不到 因为我们打算是蛋糕 先沽 蛋糕的位置是1.147 最高达到1.146 只差5点 问题是 因为做节目跟时做 如果真正trader做不到 当你做不到 他跌穿1.14便沽 看头很简单 自己就变成要做事 你砌了药 突然沖到1.14便沽 如果我做1.14便沽 我不知道它跌多少 那时我就知道是弱的 那便变成了 反过来 你设置指示位 就设置去1.1480 那些位置 但下面的位置就逐个 1.14135 去到就加固 通常理论上 因为起码 我自己看到1.15 那时设置到多少 是1.135 1.135 是的 因为它问题 比预期更快 那你就下了1.135 最好 食股当当1.130 1.12多 那些位置不到 如果是购买的那些人 就成不了 因为怎样都要过星期间 过星期间 是的 我想问到今个星期 你想想它现在还是弱 基本上1.126 你今早看是1.126多 是的 那我们继续追沽 还是还是穷后莫追 等它有机会 你怎样做一些技术调整 会不会呢 你觉得 我会弹回1.13才沽 1.13 因为最下来的那一样 1.146 在星期五上 就下来差不多 现在200点了 通常 你东京开市 或者是纽西日开市 通常就carry 跟着 美市 星期五的美市 会做一股沽 但我觉得欧洲回来 会拖 可能会有些 盖少少仓 你配合1.13 如果我做1.13 接着 都是放1.138 做自洩 下面就看1.12 甚至1.118 哇 1.118 是的 看周线 跟着 1.118 OK 弱到爆 这个欧元真的很恐怖 好 好 那你再剪简单看看它如何 看看这次它有没有反弹 分1.13 上去 真的这样 是的 你看看这个仓 能否做到 另外就是英镑 英镑也要看实 因为英镑 没有欧元那么弱 而且上周尾 彈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通胀的数字 非常弱 另外就是 就业情况也相当不错 大家就说 喂 又要炒加息了 刚才 阿Friend也有提过这个问题 是的 如何操作好 我就不会直接沽 用榜来相对美金沽 安全一点就是 拿榜沽 欧元 这个数字 你自己看现价 跟着应该做上下50点左右 下低你打算是60-70点左右 上高比4-50点 cross走的幅度没那么大 是 在这个情况下 我说 因为大家都是弱的 不过没那么弱 是吗 但如果你真的要开仓 找找榜 我就觉得你都是 要弹高一点才沽 因为榜始终你看到 它没有 榜是由1、2、3、4 那图都没那么算 那图已经二 就算星期五的收市价 仍然是高于前几天的收市价 前几天的收市价是1.3350 是吧 那你变成低位 但你勾元是新低来的 所以你做仓的时候 你未必一定只是想一只 用美金做一个主軸 即是沽又是持 反而如果你不感觉到 美金是那么强 反而你用回一只勾元 因为英镑有加息概念 那么变成英镑跌有限 加上欧元就弱了 还有英国不会封城 因为英国广源不封城 雜似都说了不封 他5万6万个 去到博强数字不封 而现在封三四万个 那现在很短期 变成榜对欧元的情况 一定会英镑强的 如果你做户就弹高 如果要沽那个榜 你就弹高它去回一些 1.3 夹完1.35位 跟着才沽 如果不是 这位不着数 开仓 他夹一夹20-30点上去 你就变成虚了20-30点 都是看回1.34位 它不会太弱 因为它去到下个月9日 中央银行意识 它怎会太弱 所以这些要做 我觉得 如果你开了1.35 1.35就 应该止蚀 少点止蚀 下来就看霸点 1.34 20-1.34 好 接着到日圆 日圆 我知道这个容易 这个容易 这个容易吧 这个真是估 这个继续估 继续估 但现在 其实今天 今天是开仓估都可以 但它在1.4附近 是的 因为它上回上的 10-20天线 绿色线 20天线 10-20天线 它曾经跌穿过 星期五 星期五跌穿过 但它已经收回到1.4 接着 在今天 就开到弱了一点 因为其他 所有对美金货币 非美金货币 全部弱 我觉得这些开仓 现价开仓 沽1.115 止蚀就是 星期五的低位 113.5 即是现价14.179开仓 看target1.115 可以做这个 115 下跌就是 星期五的低位 113.5 止蚀 100点左右 没错 我会教大家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不是做过日元沽仓 因为有些新巧妙的价格 等一下我先讲 我们再看其他货币 一直做下去 好吗 接着到澳指 澳指怎么看 澳指都是 澳指现在不是太差 是不差 不是太差 让澳指先 我觉得它转强了 它有点强 好 你看到一件事 它经常 商品的东西 减了很多 很多的东西 你看到所有的商品 尤其有些都减了 是的 其他整体的商品 很多都减了 变了 其实你看到 它看来好像很弱 但是它又不是那么弱 因为相对 9月30日的低位 仍然高于 今天你看到 开始有些少少承接力 开日 东京的时候 纽西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位置 可以现价持 我星期六做到现价持 目标是看0.7315 或者20 就是0.7320 现在在做什么 现在在做 现在在做 7237 7237 我好大探 100点 上上比欧罗很少 是的 指舍是0.719 OK 0.719 好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做 好了 纽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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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西兰一样 纽西兰要网上 是什么 是 是 怎样看呢 纽西兰我也是持有些东西 因为你看到它星期五横行 上星期横行 上星期横行 你看到音笼足 大约不是一个斜线 上下上下 上下 其实纽西兰是属于最有条件加息的国家 现在是现价持有些 现在价持有些便宜 现在价持有些便宜 更好 现在是0.698 我当时价持有0.70 还买便宜十几点 正 目标0.7070 至0.7080 那是7070 本来是70 介乎70和80 不过是70 此事是0.69 既然6到698 我给30点 695 0.695 但机会跌寸 不是高 好 我觉得可能也要看它的议息 是 今天议息 还是议息 星期三 星期三差不多 那些盘子没那么强 好 接着到价值 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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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水平 就不要估价值了 价值了 价值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有都跌到这些位置 彈分2元 随时彈分 价值强 是 目标是1.255 1.255 指示1.27 好 好 我们试做一个 日圆的盘 多了日圆的盘 多了日圆的盘 麻烦Frank 教一教我们 好 诺本之前 也想补充一下 上个星期 教授也提到 关于预设的指站 或者指洩 的设定 是 我们有些朋友 会慣用 用日圆平均线 来做指站 或者指洩 另外一些朋友 会倾向用固定的位置 例如固定30点 50点 来做一个指洩 或者指洩 的位置 其实我们可以设定 在设定 用日圆平均线来设定 是的 或者用固定距离 固定距离 固定距离 好 好 我再用 这么厉害 在游上降 这个指洩 就有个设定 如果是 用一些固定指站 指洩距离的朋友 就可以在这里设定 例如我的固定是 我的固定是 我50点指洩 就吃糊 还有指洩 我就预设30点 就是拿高一点的距离率 就可以设定它 之后 那些指洩或指洩 它都会密形 可以给到 你30点的指洩 这里就 by default 它就设定30点 除非 除非你另外 是要改一些教 就如何 正式说回我们 如果做到$1.8 像教授说 现在可以 现价买入$1.8 买美元兑日 好 那我们可以下了现价 买入 买入 好 那 市场 市场 下半 先下10张 10张 好 一张是1万美元 是1万美元 1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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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行 1.10元 10点 是吧 10张 10张 尺寸 10万元 即是行1点几档 当14 行1百点 即是1千元 即是1千元 即是10元 1张 1点就是100日 我做惯美国那些 我记得 我记得 好 我们刚才说 如果设计平仓 我们在看115 115 那里就吃乎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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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 113.5 上个星期的低位 先放到星期五 不如 好 星期五 我们下个星期可以再评计一下 希望可以吃到糊了 大概80点左右 好 好 顺带想看一看 就是我们今个星期 大家都看到 是做到这个 $Yen的快闪 trade活动 是 抹价在图上 看到是现在做0.5点子的差价 0.5点子 一张合约的交易 只是需要的交易成本 是50日圆 现在的$Yen的开仓 所需保证金 大致$3900港元左右 非常吸引 是的 还有我们是有开户的优惠 现在都继续做 开户我们会即送$200的超市礼卷 开户之后做个18单 trade 什么货币都好 我们会再送$1000超市礼卷 例如看看 有些朋友 我们是一张合约似分教授说 是做1万个货币单位 不是10万 所以18张 看上去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例如一张$Yen 只需$3900的入场门楼 所以这个目标应该是比较容易达成 如果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未熟悉开 未准备用真实账户做trade 增加百项做trade 那都不要紧 那开定的模擬帐 玩玩玩 是 那都完全没问题 如果是对回我们的交易平台 例如刚才的操作 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那不要紧 随时打电话问我们 39238088 或者都可以回到我们office 这里 我们都为大家 周一至五 都提供一个免费的workshop 同时如果是上来我们office 上去workshop的朋友 那我们都会再送多一百元的超市礼券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 那都有什么问题 随时可以打电话 上39238088上来预约 OK 好 18条trade 不能达兽 那大家都可以一试 有什么不明白 打电话 甚至上office 上个课 这样就非常之容易 好 接着我们的环节 就要一个教学 教授你今天教我们什么 通胀的目标 通胀目标 听上去 当年 白银黑引入一个 所说的通胀目标 在2021年2021月 为什么要引入 因为我通常叫做 Inflation Targeting 美国之前没有一个通胀目标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打算是一个 所谓的Dual Mandate 就是收入率和通胀 但是有一个平衡 但没有直接说出来 要多少是以一个目标 其实这个目标叫价格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 但是为什么当年 他引入呢 就是因为当时 在欧洲五角之后 欧阻油机爆发之后 其实那时候 是刚刚出欧阻油机 美国经济很差 不是那么强 所以他之后 有QE3 那时候还在QE2 他引入了 为什么要用一个通胀呢 因为他如果调高通胀目标 就等于是一个抗张性的货币政策 不是 抗张性的货币政策 因为调高通胀目标 他要加大一些所说的货币供应量 或者是加大QE 甚至是减息 负利率都可以 变成了他这个通胀目标 就是引导市场上 对一些所说的中央银行做的政策 然后作出有道理一些反应 就是说通胀目标要加高 那怎么办 就是说 未来的政策是宽松 那你就预计好的经济 预计一些人去做一些投资 或者那些东西 就是通胀目标 其实是一个政策性 另一个政策 帮助来诱导市场 一些所说的反应 但是呢 就说因为那时候用QE2 QE3 就没有用到一些所说 再提高通胀目标 其实他曾经想过 提高通胀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通胀没有来过 不理 低期 谷极也谷没有 对 持续低于2% 就宣布通胀目标 都做不到 对 做不到 对 做不到 只去到2019年才见到 几个月才是这样 接下来 接下来2% 看图 这个就是PC核心通胀 由1979年至2021年9月 看到79年之后那几年 就两次的 一个所说的现有危机 这个下跌由79年至84年 有两个巴掌 黑色洞 那些 就是美国当时衰退 其实当年 几十年前 都没有很少见到通胀 PC通胀核心 是低于2% 都是高的 就算去到90年代 一二三四 去到90年代 那时候 都跟着 跟着 就是打 Coweit 科威特 跟着有少年限的基 但是那时候 PC通胀 都是4%以上 慢慢下跌到2000年了 2000年那时候 当然是911年之后 爆了 跟着有衰退 才下跌了 是低于2% 跟着上去浮沉浮沉 但通常是2%之后 去到2008年 2009年 那个金融危机 真是惨了 因为那时候 是很厉害的衰退 拖掉了 那些价格 但之后 復甦呢 復甦有QE1 QE2 QE3 去到2014年 但是当年 在欧洲的时候 出现事案 就有些欧洲危机 很大件事 然后希腊 又削債很多东西 整个全球经济 因为一体化 变成了它拉着通胀 持续低于2% 记住 2012年1月 已经宣布了通胀目标2% 是由2012年至2019年的上半年 都未去到2% 是 那就很麻烦了 为什么呢 你觉得数字不到就不到 不是不到的 不到有些问题的 当你宣布了通胀目标2% 很多东西市场上 都跟着这些预期的 就是大约的平均通胀 是 如果你去做一个 借钱的人 你预计是2% 但是收收 如果是一段长期 有好整七八年 都是低于2% 1.5% 但是借钱给你的人 都是算2% 因为通胀 那就比较多了 对借钱的人 是不着手的 这就是经济内 所说的资源分配上 出现问题了 其实是赤了窮一班 其实是有钱一班 另外一件事就是 当你出现一个 所说的长期通胀 那变了一个问题了 问题就是 如果你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通胀 是被预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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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空间收窄了 将来要减息的幅度 即是可以运作的空间消失了 这个就是一个政策性 很多市场上 很多人都没有说这些东西的 其实这些是 FAT是有些闻走出来的 其实我都是教书 选择FAT的东西而已 在2019年初 鲍威尔就要讨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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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那长期是按住不行的 那就低了2% 那搞了一下成了习惯 那就变成了很大件事 市场上永远都是窮 即是Boris Subsidize and Lenders 以及预期的政策性的空间 已经低息了 你还因为预期的通胀 预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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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因为通胀目标就是每一个月每一个period 他说不好了 平均是在玩平均通胀 经过FOMC几次开议之后 就在2020年之后 出自一试 其实加上是出了试 病毒 令到通胀更加低 但是知道之后 因为基数问题2020年 当你印很多钱出来 做很多QE 它会弹出 那变成基数由低 那弹出上去 就变成他们设计到 就是说 那个通胀会突然高过2% 很多的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不改 Inflation Targeting 就是说每一个所说 每一个月要大2% 那不行 他说不如我改去一段时间平均是2% 为什么呢 如果你容计它高了 因为之前有700多年低了 那就变成你拉长的时候 用高来保低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一早 他们已经在说 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 他一早 但是就对了 来用了 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可以用它 一段时间高了2% 但当时不是这样想的 当时一早是说这件事 但之后就很好用 他不是用来做一个很好的借口 就是QE吗 不是 你现在这样高高 暂时性的 他又不想做紧缩政策 不是 QE 当时的理解 不是 不是 他QE不是的 他QE 那时候 你看看图图 你看看图图 刚才的 刚才的 QE和Infinity 然后通胀又想上 不是 他又要给一个借口 不问 他知道低技术 他的借口就是 因为他知道 是低技术 因为这个是供应 是一个供应链的问题 大部分是来自一个 供应链的问题 QE是帮到他 但当时没有 金融海啸 没有QE 没有供应链的问题 是踢不起通胀的 最多是2% 问题就是 就算Infinity的QE 是不会踢过通胀很高 因为有短暂性的 所说的 供应链的问题 但供应链一定要解决 变成 他就在2019年 做的事情 是没有知道 有这个 所说的环球的 pandemic出现 那他做了 就正好 拿他们来做 半熊门 但理论上 theory就是 理论上 如果是低目标 长期 是令到经济有问题的 因为政策性的 空间是做的 减息是做不到 另外就是出现资源 那一班人有成本 一班人有特益 当然 顺手做了搬龍门 其实搬龍门 他是很幸运 2019年初 已经说了一件事 顺手现在对了 拿来上来 放上桌 再给你看 我觉得 他真的懂得时间 总之 但他知道 2019年 原来已经在做这件事 很多人 只看搬龍门问题 其实他已经做了 但那时候 不是 那时候好心 是做一件事 但这件事 不是解决现在的事 没错 真的要看未来 究竟收水步伐是怎样 这是2012年1月 我代表放带这个时期 放带 就是当时有2%的通胀目标 做不到的 持续做不到的 一直做不到的 那时候也有很多 我记得 你会报到日本的后层 就是长期设定的目标 永远达不到的 对经济的动力很有问题 好 最后 我们都听完这个 究竟通胀目标 究竟对我们有多重要 之后 Frank也要介绍一下 如果你说央行加息 即环球央行未来的预测是怎样 要听个讲座 是的 今个星期三 我们都约了Aaron 陈建豪 跟我们搞一个网上讲座 题是环球央行加息潮 和欧柳明年的加息 交易机会是怎样的 我们近期大家的话题 都重开 央行会不会收水 变成何时加水 就是这样 上个星期 例如上个星期 联署的官员都在想 会加快点 缩减扣債的节奏 和加息的可能步伐提前 英朗银行所谓说 11月份说加息 没有加到 刚才投稿说12月份 这次会加 但他真的会不会 他有没有机会成为 第一个加息的主义银行 还是像教授说 是纽西兰最有机会的加息 我们看看Aaron 他又怎样看 还有近期 非美货币当中 欧柳是相比较于英镑 欧罗是相比较强势 属于迎家组那边 明年欧柳交易机会 又怎样呢 或是12月份 或是明年的交易机会 又怎样呢 我们可以看看 Aaron他自己 他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个网上广作 报名就直接卡 下方这条银行就可以 免费报名 好 大家记住 星期三 星期三 晚上7点半 今个星期三 有兴趣记住 快点报名 听到Aaron的预测 另外我们也要讲一讲 最后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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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开已经订阅 如历的朋友说 我们今个星期都已经 继续了 今个星期会记出 以及这份 如历都相当受欢迎 我们都重新追加了订单 这份是明年一份 外汇财经资讯的 如历 上面 记住各个主要银行 各个国家的公众假期 以及主要银行议式的日期 方便大家在重要的日子前 提前部署 入定钱做定trade 还是暂时立场先 都应该去帮助大家 这份月都是先来先得 免费领取的 大家可以继续下底银行 登记 我们会尽快和大家记出 先来先得 记住 想取得的话 对你们的投资在外汇市场 非常有帮助 看着月曆来做 节目时间差不多 谢谢两位 我们下星期再和大家见 拜拜 拜拜 拜拜